穿襯衫男子 整個人趴在巨人臉上 試圖把頭塞進巨人的鼻子和嘴巴 接著抱起孩子 靠近巨人 畫面遭捕捉痛批 硬要擠到巨人鼻孔裡 這樣拍照有比較帥嗎 打算把小孩擠進去 害得小孩都哭了 今天看就觀感不好 會破壞一些 就是這個裝置藝術 破壞的話 之後來的人就看不到 原本的樣貌 游客看了紛紛摇頭 網友更批評 巨人的手破的動力全是垃圾 想拍出自以為幽默的照片嗎 事發地點位於台中和平山區 被稱為隱藏秘境的巨人之獸 吸引不少民眾前來 過往還有男子 整顆頭塞進巨人嘴巴 或是故意躺在上頭 實際來到現場 巨人的手掌和腳都有破洞 裡面還被丟棄垃圾 讓人看傻眼 破壞成這個樣子 講真的這個早晚 這個地方就會沒了 對 因為你破的樣子 要維修不容易啊 如今雕像不只破了 還有遊客亂採 如果遭持續破壞 就怕難得的祕境 早晚會消失 記者聯員兵 王百英 台中資訪報導